这两天大家在网上最关注的就是杭州的失踪案 而女子失踪当天家里用了近两吨水 正常家庭是不可能一天使用这么多水 让人忍不住猜测 这是一起失踪案还是一起谋杀案 这些水是不是用在了清理犯罪现场 而今天中午官方也给出了答案 在下水道中找到了这名女子的部分人体器官 看到这条新闻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2012年上映的韩国顶级犯罪篇 顶句 同样是发生在小区内 同样是分尸案 同样是因为大量用水而引发的怀疑 没想到这个原本是电影里的剧情 在八年后真的发生了 故事从这里开始 这天小三放学后 外面雨下的很大 碰巧妈妈今天又临时有事 没来接谈 正往家走着 遇到楼下的邻居老金 小豪看到是楼下的叔叔 没多想就上车了 而小三却不知道 这个邻居是一个连环杀人狂 面对孩子的求饶 老金只是鸣嘴一笑 而老金有一个习惯 每次杀人都会订一份披萨 通常被绑来的孩子 吃完披萨后就会被打死 几天后 警方便在野外发现了小三的尸体 尸体的头颅严重走行 那老金从绑架到抛尸 周围就没有一个人发现异常吗 有香包店老板 白叔 他发现现场装尸体的香包 跟前几天店里卖出去的一模一样 因为他对这个香包印象很深刻 是被一个很没有礼貌的年轻人买走的 而且他清楚的记得 这根手上很脏 而且有一丝血迹 白叔本想打电话报警 却被媳妇拦下了 如果让大家知道 箱子是从这买的 那我们生意还做不做了 再说卖这种箱子的 又不至我们一家 白叔一箱也是 就把手机放下了 其实新闻一出 除了白叔 还有一个人也发现了一场 送披萨的小哥 连续杀人狂 每隔十天杀一个人 老金每隔十天定一次披萨 因为顾客拿了披萨后需要签字 他发现日期刚好吻合 不过他也只是猜测 而警察这边将视线放在了一个人身上 马东西 马哥是个狠人 又有过犯罪前科 又与死者在一个小区 这不得不让警方怀疑 带回警局 但马哥又不在场证据 又放走了